好那刚刚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执行出来差一条线 结果后来改了之后呢执行出来又差一条线 那这个问题二箱分布的问题是我们直接执行一次 这次应该就不会差一条线 还是差最后一条线对不对 原因是最后一个换行没有打 打上去之后最后一条线就补起来 那它的意义是 是一开始n小的时候常态分布不容易逼近二相分布 n越大常态分布越逼近二相分布 你看它的常态分布是用什么 用n乘p n乘p是它的均值 二相分布的均值 那sqrtn乘p乘1-p 这是什么 这是二相分布的变异数 就是军方差 那这个常态分布画出来的曲线 其实是会非常逼近二相分布当大的时候 ok 那这个程序我稍微解释一下它的意义 因为可能有同学看不懂它的意义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我把这里用大一点 这样应该就够了 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一开始op等于parmflow等于c22 这一个这一行的意思是说我想画出一张图 这个图呢分成二乘二的格子 那二乘二的格子所以就可以画四张嘛 对不对 好那因为我接下来要画四个 那第一张的参数是n等于3 p等于0.3 k等于seq0到n 0到n就0到3 0到3所以这边0 1 2 3 OK plot plot是呼叫这个画图的函数 然后type等于h是画这个垂直的图 那它的函数是什么呢 函数是dbinom就是二项分布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参数是knp就是上面的这个 那这样子画出来的结果呢 就会是这样 OK 那最后这边补上一个curve dnom dnom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几率密度分布函数 那normal distribution就是常态分布 所以它的常态分布是用什么呢 用n乘p 这个是常态 这个是那个二项分布的均值 用它的均值当中间点 OK 当常态分布的中间点 那用它的n乘p乘以1-p的开根号 sqrt开根号 当常态分布的变异数 OK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 因为它后面加上add等于t 就是代表说 这一个曲线要直接画在前面那张图上 补上去 那所以它会把这两个 这一行的图跟这一行的图两个叠在一起 COL等于blue就是 这个常态分布的曲线要用蓝色的画 所以就会画成这样 那其他的只是参数不同 做法都一样 这样大概了解这个程式了吗 好 那各位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